2月28日,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的公众咨询工作结束。 针对23条立法工作,几位来自香港的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近日接受中心社采访时发表了各自的观点。 香港教育大学校长李子健表示,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是香港特区的限制责任, 完成立法会让香港市民的生活工作更加有保障,让学术自由更加有保障,更能在适切的情况之下发挥所长。 职业律师陈晓峰认为,将安全方面的法律利好,会使得香港的营商环境更加巩固。 他还特别指出,虽然已经有香港国安法,但仍需要23条立法,23条立法与国安法互为补充。 香港竟然没有叛国罪,也没有间谍罪或间谍法,也不阻止外国的政治团体或国家来到香港与本地的政治团体有联系, 或者外国的政治组织来到香港去执行他们要做的一些违害我们国家安全的工作, 这些是不能够接受,恰不容忽,我们要堵塞了它。 陈晓峰表示,他有充分的信心,23条立法会是一个公道, 有利于香港经济发展的法律,与香港本地的法律制度是相适应的。 广东省粤港澳合作促进会副会长林志颖认为, 香港社会各界希望看到23条立法早日完成, 从而能够保障香港国家安全和香港经济发展安全。 他指出,一个月的咨询期对于23条立法工作是一个合适的时间周期。 我们经历过黑豹之后的话,我们香港的市民普遍都已经感受过 这个国家安全或者是不安全对于经济带来的打击, 对于我们人生带来的一些冲击,这个是真实的, 也是可以会发生的一个情况。 那在香港国安法成立了之后, 我们也是经过这几年的实践的话, 我们也是有一定的经验, 现在去看这个23条的立法的话, 我们心里面的话已经有更足够的一个底气。 我们看到这个23条的资讯文件里面的话, 已经很明确地表示了香港国家安全上面的一些短板, 同时间也是比较了在比方欧美国家, 其他国家的他们本国的一些国家安全的一些内容, 对于市民或者是说要了解这个23条立法的人来说的话, 其实是已经有很多足够的材料去做参考, 去做对比。 我们早一天立法的话, 我们就多一天安全, 所以其实一个月的这个资讯器的话是足够的。 林志英指出, 23条立法是香港回归以后, 一直未能完成的限制责任。 如今, 各界全面强烈支持立法, 香港更应尽快把这项工作完成。